一书难写中外史 万字竖尽不惊奇 欢迎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青史其实很有趣 第39集 着手剿匪 右手迎亲 尽管手中握着山海关的精锐部队 但是吴三桂此时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将山海关交给谁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不是李自成 吴三桂斩杀了李自成派来的使者 宣告了与李自成彻底的决裂 吴三桂选择与大顺政权彻底的决裂 是李自成史料未及的 这在大顺朝中 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过 李自成手下分成两派 一派主张立即予以正讨 另一派则主张暂时放置 由于李自成手下大将 刘宗敏 李过等人 沉醉于追缴张吟 对于率军追缴吴三桂不感兴趣 加上李延 牛金星 宋献册等文成 基于策略的考虑 觉得吴三桂的部队属于精锐 不可轻视 认为现在不宜出兵 仍以招降为主 但是李自成力排众议 宣布御驾清真 他率兵十万 号称二十万冻出金师 在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后 吴三桂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头 他已经预料到无可挽回的结局 李自成的军队有十万之多 而吴三桂的军队却连他的一半都没有 只有区区三四万的兵马 却要跟关内李自成的十万大军相抗衡 吴三桂知道自己没有半分的胜算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 他想到了关外的清朝 但是这样的念头 又深深的刺痛了吴三桂 高傲自负的内心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舅舅主大寿 竟然还写来了亲笔信 要替满洲人劝降 随性而来的 还有皇太极的赤书 多年来他都以高傲的姿态 拒绝清朝的招降 然而如今能够同李自成大军相抗衡的力量 也只有清军 面对绝境 吴三桂渴望竭力奋战 吴三桂放弃宁远城 撤入关内之时 大清帝国得知这好消息 摄政王多尔滚清醒的意识到 他建立千秋伟业 清史流明的机会来了 公元1644年的农历 4月初四 清廷紧急召集在 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成等人 入圣经参与决策 范文成指出李自成肆意行训 拷问明朝大臣 强行向在经官僚商人追赃 贪图他们的财物等恶行 并且断言清军 可一战破野 而多尔滚 素有吞并中国的野心 于是当机立断 下令连日召集兵马 除了少数兵马 留守圣经之外 其余十多万八旗精锐进出 进军中原 清军原本打算 从西邪和中邪入关 然而大军行至翁后时 他却收到了吴三桂的请兵书 4月12 吴三桂亲自写请兵书 给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多尔滚 不但许诺给清朝 金银 布匹等财物 而且还允诺 将割地酬谢 在此信中 吴三桂并没有提到祥亲的事 而仅仅是恳求多尔滚出兵 剿灭李自成的义军 他这个时候自居的身份为 王国孤城 要的是再见明朝 此时的多尔滚 不再以吴三桂所言的 不为财博 将割地酬谢为满足 多尔滚按兵不动 等待吴三桂给一个 祥亲的肯定答复 如果吴三桂 单以自己的力量 去与李自成对抗 势必难以为敌 在万般无奈之下 吴三桂在4月22日 投降了清朝 隔一天 清军随即入关 多尔滚命令吴三桂 率领关陵铁骑作为先锋 与李自成的大军进行激战 孤军奋战的关陵军 陷入了大顺军的重重包围 正当吴三桂感到绝望之时 清军终于从右翼杀出 将筋疲力尽的大顺军 杀得溃败不堪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迫使李自成 带着禅部 狼狈地逃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大战结束之时 受命作为先锋的官邻铁军 几乎损失殆尽 弥漫在山海关的烟消 还未散尽 多尔滚以顺治皇帝的名义 下令禁封吴三桂为平溪王 跟随他多年的官邻将士 在山海关大战之中 几乎全军覆灭 多尔滚拨了精兵一万 归吴三桂指挥 他能做的 只有接受清朝的封赏和任命 此时的吴三桂决然一生 再也没有了后度 4月23日 在溃逃回京师的路上 李志成忏忍地杀死了 吴三桂的父亲吴湘 三天之后 吴家三十多余人 在北京被满门抄斩 吴湘的首级 被高悬在北京城楼之上 闯亡 李志成的功败垂成 令人扼腕叹息 有的人认为 李志成是败于骄傲自满 腐化堕落 有的人认为 李志成的失败是在于军纪涣散 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遇到八旗铁骑的清军时 不堪一击 兵败如山倒 有的人认为 李志成是败于 马上得天下 却不能马上治天下 李志成拥有大批 能争善战的将士 但缺乏一支 完全能够统治治理工作的 文官队伍 也有人认为 战略上的巨大失误 导致了李志成的失败 李志成 没有把清朝这一个 一直想入主中原的强大集团 包括在他的战略形式判断里 各种说法 似乎有各自的合理性 但并不代表就是历史的真相 李志成雄师百万 为何惨败 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此时的吴三桂 抱着杀父夺妻之恨 马不停蹄一路追杀李志成 到了山西 突然 京师有人来报 说是已经在京城 寻获了陈元元 吴三桂喜不自身 立刻停滨 素派人前去接陈元元 来三溪与他相会 陈元元的失而复得 让吴三桂喜无所牵挂 命运摧毁了他所有的理想 他做不了忠臣 孝子也没有当成 失去了军队和家族的吴三桂 已经一无所有 从都尔滚手中接过平溪王的封号 他自己十分清楚 他只能成为清朝 借以扫除农民军的棋子 现在 他只能屈服于不可改变的现实 继续为大清王朝来效力 后世的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 褒贬不一 大部分的人认为 他作为汉族人 却与满族人勾结 导致大顺政权 以及南明政权等 汉族人的政权的父王 加上他曾经杀死 南明永利帝及皇族 大臣等 于是就看他为汉奸 走狗 卖国贼 然而 也有些人认为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他的初衷只是为了借清军的力量 来消灭李志诚率领的农民军 他当时并没有投降的意思 只是后来的局势发展 使得他不得已归降了清廷 吴三桂开门迎清 满洲人入主北京 使努尔哈赤家族的努力 终于收到了回报 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 谁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